最近网络上流传一种胶带包包 只要用这个不胶带呢 很简单的能够粘贴出各式各样的收纳方法 它的做法也不困难 我儿特工队王岳芳来告诉你 怎么拿包包就是没有feel 你一处里的包包拿密了吗 最近流行了一种胶带包包 你可以自己DIY 首先我们就是要准备像这种 一般五金行就买得到的布胶带 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让我们来请教设计达人 首先我必须要做一个内里 那我的内里呢 就是把胶带粘的那一面朝上 然后把它一层一层的堆定 做法很简单 先将各种颜色的布胶带做搭配 一层层粘贴 大小宽度可由自己决定设计 我粘了一个内面再粘一个外面 粘好了这两面以后 我就可以把我不要的部分裁掉 设计达人说 制作胶带包包不需要高难度的技术 但要注意 记得用铜色胶带修边 各式各样的收纳包都可以轻松完成 还有网友连薄金包都用布胶带贴出来 利用各式颜色的麦克笔 然后把我这个地方补墙下 我就看不见我的瑕疵了 这样子 对 你就看你想要多宽的纹理 就是利用这些布胶带 让这些同学们设计制作出各式各样的零钱包 以及名片夹 就连我的手机套也成功改造 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9天新闻林郑永 宇芳 高雄报道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